北京时间7月30日 中国女排回来了 扛出巨大压力粉碎美国队顽抗 3比2绝杀看哭一晚观众 中国女排迎来了自己巴黎奥运会的首秀 第一个对手就是强大的美国队 作为同样拿到过奥运冠军的球队 美国队非常有经验 而且有底蕴 女排想赢她们可真不容易 看看这场决赛的进程 上来中国女排2比0领先 前两局其实赢得并不算艰难 分别是25比20和25比19 女排的状态让我们感觉到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 这是曾经在李约见过的冠军女排 陌生的是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中国女排 打得如此振奋和解气了 尤其是朱婷的关键分 打得是又快又狠 真的让人感动 前面提过了 美国队不会就这样投降 第三局和第四局 美国队开始实现超级翻盘 第三局当中 他们打出了25比17的大胜 而第四局中国女排 还是没有调整过来 但双方中局一度打到 18比18平的时候 中国女排突然被拉开比分 最终20比25输给对手 进入决胜局 四局之后 朱婷16分 李盈盈15分 龚翔宇12分 袁新月11分 四大天王集体爆发 而美国队也没有放弃 决胜局双方战成7比8平 中国女排面对着 非常不利局面的时候 此时我们看到了 什么叫做团结 本来落后了 这么大的压力之下 龚翔宇给李盈盈 小斜线冲击打平 随后又是李盈盈 网口强攻 连续的调球 众后一己之力 连砍三分 在算上之前 李盈盈的一次 单防篮网封杀对手 她真的是扛住了 从5比6落后 再到打到10比8 反超李盈盈 一个人打了5分 而且是连拿5分 随后李盈盈直线 再次扣杀打封了 王媛媛斜线钉地板 打到12比9 后面美国追到 11比13的时候 蔡斌又做出精彩决定 直接选择 进行挑战对方触网球 这个球打断了 美国队的节奏 不让他们追分 而且自己叫暂停 好好地缓了一下 关键时刻 朱婷网口调球 继续得分 这也太猛了 从中国女排 拿到第5分开始 一直到第11分 是她一个人拿的 李盈盈连得6分之后 王媛媛批杀 和单防篮网 连得了2分 第14分 朱婷调球 最后一分 朱婷打手出界 中国女排赢了 朱婷杀死比赛 整个的第5局 决胜局 李盈盈一个人包办了7分 王媛媛狂砍3分 朱婷拿到了3分 袁锡月和龚翔宇 各自的得到1分 这场3比2比3比0 更让人振奋 因为如果真的是3比0 我们心里会有点虚 觉得是不是对面状态不好 简陋拿到的胜利 但是3比2能咬下来 对面连锥两局都能扛住 就说明我们是硬实力赢下的 时隔20年 奥运赛场再灭美国 这怎能不让人感动